先我首先关心 11月24号台湾棒球写下了历史新页 台湾的中华队Kim Taiwan 昨晚打败了上一届的冠军日本队 得到了世界12强棒球赛的首冠 台湾时间今晚8点55分 预计全队将反抵台湾 副总统萧美琪将亲自接机 比照奥运模式 空军F-16V战机半飞 并且施放热燕弹 欢迎台湾的英雄反国 东京巨弹外欢声雷动 庆祝台湾队夺下12场赛冠军 总统麦清德亲自打电话 向台湾代表队道贺 不好意思啊 那个同一面冠军 但我们就是世界冠军 而目前也已经敲定 将举行棒球英雄 台湾雄用大游行 时间就在周二下午 反台球员将从凯达格兰大道 一路游行到总统府 麦总统与校副总统 将一起迎接代表团光荣反台 根据媒体估算 这次代表队的掌金总额 将超过三亿台币 包括骨光奖庄奖金 世界棒球12强赛官方奖金 和中华棒协理事长 估重量提供了奖金 同时各县市也加码 台中市加码70万 新北市及台北市 也加码10%奖金 台南最多更加码到100万 台湾队创记录的表现 点燃全台棒球魂 在屏东有店家发放免费鸡排 饮料鱼丸汤等 庆祝台湾队夺冠 还有大量品牌和店家 都祭出优惠 7-11全家星巴克部分饮品 买一送一 手摇引清新福全 和春阳茶室也推出活动 宿水连锁肯德基家 10元多一件 还有饭店业者 推出六九折吃把费 不仅如此 六福村宣布 与台湾英雄同名同姓的民众 出示证件就能免费入园 华航虎航也祭出优惠 新宇则赠送台湾队酬员 与教练共38位 不限航点商务舱 来回机票一张 以行动力挺台湾队 新唐人亚特电视 黄浪简张慈林综合报导